入秋不需多喝黄旗水 再加一胃 疾病退退退 正气足百病无 历秋后自然界中的阳气渐渐收敛 阴气渐长 但是暑热之气却并未完全消退 天气变化无常 邪气肆虐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养好正气 给身体加上一层金钟罩 避免邪气清晰人体 今天我就来教大家 用一碗黄旗水赶跑病气邪气 补足一身正气 黄旗这个药大家都不陌生 它的药性温和 补气的效果很好 比其价格昂贵的人身 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正气不足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也可以用黄旗泡水来补脾肺之气 那除了单独用黄旗泡水喝 我们还可以再加一味 把黄旗的作用翻个倍 比如说 如果你平时比较容易出汗 动不动就满头大汗 甚至坐着一动不动都会出汗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废气不足 对汗液的固涉力比较弱 奏理开泄失常所致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黄旗 配舞一味防风 意气固表的同时 还能避免邪气入侵 那如果说你总是很容易感到疲惫 身上困重 四肢乏力 非常试睡 一天睡10个小时都不解乏 那这可能就是脾气虚弱的厉害 导致体内水湿停留 形成了湿气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黄旗搭配一味茯苓 补气健脾的同时 还能沥水渗湿 再比如说 如果你这段时间总是精神萎靡 腰气酸软 记性也变得很差 老是丢东旺西的 笑变频繁 一晚上能起夜好几次 那这种情况呢 可能就是肾气不足了 我们可以用黄旗搭配一味肉丛容 来温补肾羊 那如果说你经常对着手机电脑 或者是看书时间比较长 容易用眼过度 眼睛总是肝涩酸痛 这可能就是肝血受损了 我们可以用黄旗搭配一味枸旗子 来补肝羊血 缓解势疲劳 当然了黄旗虽好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体内有食热 或者弹湿比较重的人 就不太适合了 建议大家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不要随意乱用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